投資長愛譜好強 愛譜亮燈漲停板了 還有我們很多股票都是受到愛譜的影響 表現都很不錯 就讓我娓娓道來來一檔一檔的說吧 金居上漲快半根停板 偽創盤中也是上漲快4% 哇 智源也是上漲快3% 還有威盛尾盤拉上去了 上漲快3%了 這是不是代表 AI 的行情沒有 over 呢 沒有 over 可是很多時候沒有想知道 AI 相關概念股是不是從 AI 伺服器 慢慢擴散到其他的 AI 概念股呢 其他 RIC 設計其他 S 概念股呢 或其他像愛譜這樣的一個股票呢 的確是喔 而且我還獨家告訴你 愛譜會漲到哪裡去 因為愛譜全台灣大家都知道 這是哲哲的愛譜 除了這一外 為什麼很多股票都拉圍盤 這暗示你什麼所有獨家的 AI 概念股 今天通通在我們榮耀華爾街 一定要看 奧熙科 讃真 bere人 原則有型發展 你應該要把所有留意 去找職業 從此自己入惩 有些失目的 收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9月4日 台股中場上漲144點 收在16789點 美國非農就業數據起油參半 8月就業人數增長高於預期 但同時失業率反彈 美股指數僅納斯達克指數收黑 台股今天震盪走高 聯電偽創新興扮演撐盤的躍腳 艾普強攻漲停 不過買盤追價意願不高 量縮至2337億 後續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金金哥怎麼... 我是Coco 金是我在客座 你想金金了 他的衣服怎麼還沒送來 是不是 對我還念他 你覺得沒有粉我真的這樣跑 對 他今天在節目上應該笑得很開心 看了節目應該笑得很開心 Coco 各位同學們大家好 投資長好 艾普暫停 我太開心了 真的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好不好 艾普今天很長 而且職工暫停 所以我建議一定要唱一下 對你愛愛愛撲文 耶 我跟你講現在不流行這個 現在是流行這個 郭富城這樣 哎 哎 月餅 意下如何 意下如何 因為香港人現在流行那個美新的流行月餅 其實我也蠻愛吃的 他流行月餅蠻好吃 所以很貴啦 8顆好像1000多塊 可是這真的蠻愛吃的 那其實Costco 或Costco 你要發音面Costco就可以 都有在賣 都有在賣 你可以自己去買 好不好 其實某某這一次 那個月餅 伴手禮就送這一家 哦 就是 我們都要最好的啊 想Ajoe也是這樣子 剛好很應景 剛好在郭富城的艾普對不對 所以 那個伴手禮 全體同仁 這一次就是美新的流行月餅 我不是沒有業配 我沒有業配 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香港 有去香港 至少這家蠻有名的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今天艾普暫停 是的 你今天看節目你要去想一件事 會不會 全世界 到時候 大家都有艾普了 結果你想想看 哪一個老師在艾普 大碟的時候每天跟你講 哇 大碟每天都講到艾普 我提到艾普第二啊 不是嗎 你去想想看你要哪個分析師啊 我的艾普才是真的艾普 沒關係你繼續講 來 真的 那我先恭喜會員朋友 艾普今天都亮燈獎庭 恭喜大家 對 因為我們各個等級的簡訊會員 我們都有發 對 我們都有發 而且我們特別會員也押不少人買 然後我們特別的簡訊 都一定有發 都可以秀給大家看好不好 這個都不會色話 不是蠻好跑的 那只要是簡訊會員 然後我跟大家講 你一定有 只要是你有怎麼樣 有一個月內參加我行列的 就是 兩個禮拜內 我好像一個月內 就一個月前 參加我行列 都一定有收到簡訊 嗯 我有買過艾普 是 好不好 這個跟大家講 非常確定一件事 我會員在 三千名幾千位一個會員 其實這個都不能造假 好不好 來你繼續說 大家都有愛 頭長也是來自未來 因為今天呢 像是艾普他就參加大摩的AI論壇 也說看好艾普 AI需求會幾數上升 五到十年業績會翻十倍耶 太強了 十倍 十倍 所以股價 十倍 變股王了 好 股價有沒有很十倍 如果是你說翻十倍 那當然股價會十倍啊 我不要十倍就好了嘛 我股價到兩千塊就好了 那現在會不會太便宜 好像會喔 會不會太便宜 好沒有 但繼續講沒關係 來我再跟你講 艾普有一個勁爆消息 來 好的 但是呢 我覺得就像頭長所說的 ZI之後就是AI了 AI股震盪期真的過了嗎 還有呢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股票 都是受到艾普的影響 而且表現都很不錯喔 像是金居盤中就上漲快半根平板 尾創盤中上漲快4% 很強 智元上漲快3% 還有一檔股票 威盛尾盤竟然強拉上去 上漲快3%了 所以想問頭長 上週呢就告訴我們 富時指數 台灣50有納入4檔股票 都是AI股 所以代表AI股的行情 欸還沒有結束嗎 現在AI股是不是要趕快跟上美股了 因為人家那個SMCI啊 股價都已經連漲5天了 AI股什麼時候第二波開始起跑咧 我有沒有跟你講 AI股 尤其是AI伺服器 要看SMCI 有沒有講 有 有 有 SMCI有沒有長5天 有 連續5天上漲沒有 欸 連5天上漲耶 我說你要稱呼他美國尾創也可以 對 或是尾創是台灣的SMCI也沒關係 你看尾創也拉起來了 今天呢 管達也拉起來拉尾盤了 我是不是告訴你台灣50的送分題 是 我看到今天網路上來討論說台灣50是最後的逃命婆 我就錯誤了 錯誤了 為什麼說因為他一定沒看我節目 因為他說高股息會提出偽創有可能 可是也是年底啊 要也是年底也是12月以後的事情啊 那你現在至少有三個月的田律期 你要不要做 台灣50這麼多的資金 你這些加起來3600億 至少3600億的資金要追蹤台灣50 其中新型的成分股 新增成分股就是偽創 偽銀 你去看一下管達 這有沒有講 有有有這些都有講 所以圍影那一天不是在跌停板嗎 是 老天爺送給你的禮物 我有沒有說圍影跌停板快笑死了 有沒有看到 有 這跌停板後來打開 我有沒有跟你講說快笑死了 今天又殺下去 結果咧 我說像3661的四星一樣 是 中國大客戶被抵制了然後咧 結果股價反而從360漲到2000多塊 對 笑死人 所以中國大客戶被抵制完全不影響基本面 四星那時候好像九根跌停板 有網友還在那邊留言給我 我說蛇蛇我經歷過那九根跌停板 蛤 真的喔 不是真的啊 有人留言給我啊 因為心有七七年 所以蛇蛇我很了解你講那一句話 那時候我就賣在很低的地方 早點認識你有多好 對 所以你要不同的分析師 三禮拜所有人 我們這個要拜託請那個請四瑤不要再講錯了 另外一個特助 這個台大畢業的高材生 那個給我們看一下那一個我講的四星的那個走勢圖 好 就是我講過嘛 四星那時候大客戶被怎麼樣 被被被被封鎖了 被封殺了 結果每天跌停板 對 那又怎麼樣 是不是 那圍影看起來大客戶好像受影響了 是不是 中國大客戶可能受影響了 結果呢 你在怕什麼 那因為圍影這樣造成尾串跌 你不覺得邏輯實在很好笑嗎 你以為邏輯很通 根本就不通 嗯 是不是 這些我都講在前面的 來 三六六一 有沒有看四星 叫做二千四百八十 沒錯 對 那時候跌停板一直跌啦 你看九根 就大客戶啦 不知道這就是九根 有 常不常 一二三 對 九根啊 常不常 欸 這九根年底蠻暫跌耶 所以你要想想看一個分析師 邏輯分析 那時候上禮拜一堆人跟你講說 啊這個中東經理真的假的 嗯 則直接用一個簡單的技術分析 用一個簡單的歷史故事來告訴你 真的假的不重要 對 如果他因為這樣跌 反而要用力買 我們這樣講 所以你要的是不同的分析師 來來來我們助理你看 我們助理當然都很優秀 來來來 慘了 所以我現在也不太想 我那天跟你講 我說你跟那個儀慧都是最後兩個主持人 我不要一直那個亂換主持人 不然一直亂 名字記得很辛苦你知道嗎 要不要記得別人也很尷尬 你看大客戶招美烈貿易黑名單 四星打入跌停有沒有看到 有 2021年4月9號有沒有看到 有 跌停的沒錯吧 沒錯 啊幾根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這只有九根耶 應該有 這邊有一根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不知道幾根 那有人協信給我 至少有六根嘛對不對 沒錯吧 韓中也有打到跌停 那363 嗯 啊現在多少錢 2400嘛 你們知道這沒錯吧 沒錯 大客戶嘛 啊你因為這大客戶殺下去了 你不覺得你好笑嗎 那唯一不是很好笑嗎 這個邏輯 我一個分析你就知道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一堆人討論中東經營真的假的 嗯 說話 不影響他的基本面 你聽得懂嗎 就像揮答可不可以繞過他 可不可以發明一個L40S 可以啊 現在不是這樣做嗎 所以那平常心就好 一樣啊 愛譜我也是一樣啊 我那時候還跟大家講啊 那個我還說 有AI就有AI 沒AI就BI 我還說這是5月31號 是 我說有人比我早 我給他4萬塊 對 兩個禮拜到了 沒關係我會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這JALAI 假LINE 假LINE不知道為什麼不來 不知道是不是同業 不好意思來 我說 我絕對是全團第一個 絕對是全團第一個講 AI跟BI 這個梗 沒想到有人比我還早 那是網友 可是分析師我覺得是最早的 對 好不好 分析師我覺得最早 我都敢賭啊 我說10萬塊給他 他沒有來而已 嗯 可能是他是工程師 不方便來 可能他同業不能來 那沒有關係 可是你看 那時候我標題怎麼唸 5月31號 標題唸給我聽 愛譜大漲創高 果然有AI就有愛 沒AI就白愛 就BI啊 嗯 同樣 愛譜那時候就是我主流 對 現在啦 他跟你講說5年啦 你知道嗎 營收5到10倍啦 10倍 我不要10倍 我不要5倍就好了 我不要股價會到5倍 我不要股價到5倍就好 他現在目標價500塊嘛 對不對 對 我也希望同志沒有 今天很多人 今天很多人很嗨啦 好不好 我們今天留言 讓他們知道折粉動起來 動起來 你今天 你有愛譜的 或你有AI股票的 你想攢個538元 會攢到530元 請今天要 加538 讓他們知道折粉有多少 來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來加538加起來 加起來好不好 好不好 加538果然厲害 完全不用緊張 這個人在消錢我 沒關係 按538讓他們知道折粉多強 動起來 不問你有沒有愛譜 你有沒有愛譜 更要按538 按個10次也沒關係 好不好 一看馬上就有了 開始了 馬上就有了 538動起來 讓他們知道 什麼叫做全台灣第一名粉絲 最多的分析師 什麼叫全台灣最認真的分析師 你看 各位觀眾有沒有 我一個禮月 我拍70個影片 這是至少的 我接下來還會拍什麼 還會拍到快100片 小燕對不對 神秘影片 到時候拍給你看 很期待 對不對 欸至少70部 你看538這麼多人 你的股票要不要漲個538元 或者你的愛譜 超越大摩所說漲到500元 甚至於漲到538元 大家請動起來 請動起來 你看這麼多 有沒有看到幾百個 現在已經幾百個了 100個沒問題的啊 超過了 別台分析超討厭的 我不知道哪一台 不重要 謝謝你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動起來 馬上就掉下去對不對 技嘉瘋狂產 跌單技嘉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跟你講 技嘉不算我的主流股 不算我主軸股 我都跟你講了 AI你要選對 我愛譜一定是最主流的 對 我的最主軸的一定是愛譜 因為我蓋牌叫什麼 叫什麼 愛譜第二 叫愛譜第二七七嘛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加538 剛好打中文有沒有看到 這樣嗆起來應該要兩三百個人 所以你們都可以見證 我的愛譜是真的愛譜 我不是魔術師 Magic 我不是魔術師 Magician 可以變變變變出來了 然後跌都沒有 然後永遠講最低價 不是 還有人講說 哲哲喔 在禮拜我看到有人抱怨 那是別的地方 那不是我會員朋友 哲哲 你最近股票套牢 套什麼牢 我也算買在111元 要套什麼牢 沒有 我真的不太懂 是不是 我的商務法則是什麼意思 是回彈30%到35% 是 哪一些股票現在最慘 不就是頂多是回彈30%到35% 是的 你看這麼多人 有沒有看到 小人能夠多了吧 應該加起來有三四百人 有了啦 超過300人 超過了 超過300人是不是 你有感覺出來對不對 一掃一下就差不多10個人 2 4 6 7個人 應該有30回了 30回有 應該有了 所以兩三百人有沒有看到 大家我愛你們 來 加538塊 來來 動起來 留言動起來 我今天給你比較多股票 今天直播人是1600 你看這AI會不會漲 會 因為漲一點點就能不耐了 跟者在一起就有星星 者就有厲害 一直好 一直好多 有沒有看到 艾普明天再一根 明天有機會再一根 Coco的粉紅色很好看 那個金金剛才叫他名字 是因為我想到我粉紅色西裝 他氣死了 還沒跟我回來 對啊 3 2 3 1千張大戶都減少 所以我跟大家講 千張大戶減少 我跟你講的是 全世界最好笑的就是看 只看籌碼 尤其是很多人叫你券商進出 絕對不要看 因為主力大戶 因為主力大戶 不會只給你看券商進出 券商進出 他可以匯到另外一個券商 你知道嗎 所以主力大戶 而且正常來講 真正有錢的主力大戶 他不會只有一個券商而已 所以不准 他可以在這邊做多 在另外一邊做空 鎖死了 出掉了 所以你們最傻的是看那些券商進出 第二傻的是看千張大戶 那個可以觀察 可是那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通常行情好的時候 千張大戶就增加了 行情不好的時候千張大戶就減少 就是簡單 我跟你講是真心話 你要相信一個經濟日報 有史以來選股紀錄保持者 182% 你相信我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去年多少分析師笑我 結果他還是不敢參加選股比賽 你相信我 罵我罵我最多的都是這樣 都不敢參加選股比賽 罵越大力越不敢參加 你怎麼恥他他都不敢 他也不會給你留言 你相信我 第二件事 罵我越大聲的 他也不敢買台灣50 跟我PK 我是有史以來第一個 敢怎麼樣 真槍實彈 用真金白銀有沒有 都看得出來對不對 買台灣50 買台灣50的分析師有沒有 這都講過嘛 工商時報報導怎麼樣 來 5月30號 工商時報 責安基金贏樂 郭哲榮出新0050 豪賺千萬 豪賺千萬 豪賺千萬對不對 然後網路上我還是要講 我說從這邊 如果我真的最近那會員賠一堆 你還可以罵我 媽呀 商無法則是怎麼賠啊 我想說沒錯吧 沒錯 媽呀 誒資源怎麼賠你告訴我啦 資源買在這邊怎麼賠啦 避風港 怎麼賠嘛 說什麼我股票 誒 你們都知道我最壓最大力 就資源愛譜啊 對 我也說AI伺服器以後會轉換到什麼 這些IC設計啊 哇 那一看就知道一些同業 然後一些酸民 我也沒差 大部分是同業了 一看就知道 因為你如果是我會員朋友 頂多說 投資長最近沒在動 你懂嗎 嗯 嗯 投資長最近沒在動 可是你不知道我其實還在賺很多 你懂嗎 所以有人在做天在看 喔 我跟大家講 所以怎麼賠 怎麼賠 有人為什麼要講這一段 因為有人說阿澤澤你只會講台灣五十 喔不講台灣五十 要講什麼 欸 我參阿權谷比賽 你們說運氣好 我在參阿權谷比賽打破紀錄 你們說運氣好 我連續打破三次紀錄到180%了 還有人說這個是什麼 假的比賽 這不是真錢 真的錢掏出來了 你又說我只能買台灣五十 欸 好好笑喔 我本來就只能買台灣五十 我是要告訴你 我財富自由 所以我不在乎那些錢 所以我捐個兩三百萬出去 我是要告訴你 我有能力 你聽得懂嗎 所以你看 我那時候是一度賠五百萬嘛 對不對 我還拜託大家 對不對 那這邊你幫我念一下 郭總在YT節目也表示 0050獲利出清大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 並捐出部分獲利給慈濟、家福基金會等慈善團體 你都記起來了齁 對 捐部分獲利 這都新聞報導 這個不能造假 公安時報這不能造假 你有資產善益的 也在做股票 都一定會訂經濟公共商時報 我每天也要求我們的研究助理們 沒有看經濟公商 我臉會非常臭 是 你問他 狗狗如果沒看我怎樣 很臭 很臭 你有被念過是不是 有 有一開始齁 一定要看喔 這基本的齁 所以你們看了以後就認識哲哲 好不好 這很臭 做研究本來就要基本的 哇今天還在五三八耶 嚇死我 哲哲每晚 今晚每一館休市 會影響明天走市 如果是休市的話 當然明天走市就比較無聊嘛 好不好 百年雲賺一千萬 是一千一百五十一萬 一千一百五十一萬 而且為什麼我要寫這個 因為網路上很多YT YouTube 都很不負責任 都秀對戰單 那些都是假的 什麼叫假的 業障 不是啦 是業障 你之前另外一梗 我想假的是說 他有一個 他十個帳號 然後講一個秀賺錢 他又不是像我自己是說 買進之前 你有本事要秀對戰單 就是買進之前給你秀這個帳號 我有秀過吧 有 不用再秀了吧 報紙都有報導 報紙願意報導是因為他有看我的節目 他知道我有秀 我買之前就跟你講我要買 對 我買要賣之前也跟你講我要賣 那不一樣喔 所以你們去看別人對戰單 真的不需要相信 有本事要像我這樣 不然那個通通都是一律二可以造假的 我所謂造假不是說 哇這個部分假 而是他是真是假 他只把部分獲利講出來 不會把他其他賠的全部秀出來 只會秀部分一點點 更少一點點 那你感覺好像 他賺多賠少 結果實際上呢 是賠多賺少 網路上那種詐騙手法 我都看得出來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比如說網路上手法 一個分析師講的股票 看有沒有跟主力配合 我一眼就看 我大概三十秒就知道他講什麼 三十秒就知道講什麼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 看哲哲節目運氣好 你為什麼哲 第二個要多嘴巴 我問你多嘴嗎 還是你多嘴了 尾串AMD集單怎麼看 哲哲怎麼看 吉利的今天尾串 尾串這個集單怎麼看 今天不是有個頭版新聞嗎 對不對 對 來 尾串AI集單檔嘛 是公安時報頭版嘛 對不對 通知回答跟超微 通知回答跟超微 我想問大家一件事 尾串一開盤 有大漲嗎 沒有 所以很明顯他是受到大盤 跟APP的影響 所以今天APP的利多 明顯大於這個利多 好吧 只是尾串不應該跌 嗯 他最差就是商務法則在那邊換來換去 來 我再給大家看什麼商務法則 來來來 我們的網友們 其實應該說我們的粉絲們都很開心 那些都是同業的一個造謠 尾串對不對 對 這邊跌35% 30-35% 有賠錢嗎 沒賠錢 就沒賠啊 我第一次買的怎麼會賠 你說有些人買高一點點 也不是買到160 150 140啊 你聽懂嗎 是不是 這邊105 你看這邊最低105 怎麼賠 頂多就耗著 所以商務法則就是一個最好的避風感 我本來就說是避風感 可是強勢股有些呢 有拉回一點點就買了 為什麼這樣講 我問你一件事 艾普 那時候我怎麼樣出掉 你知道嗎 艾普我在7月14號 不是全部出掉一些股票嗎 對 出了17兩個股票 可是只有我的艾普 少數裡面 我只出掉一半 那就是艾普 你幫我念一下 請賣出一半的6531艾普 掛在320元賣出 我們多次加碼 最高已經賺超過10% 10%好像很少 拜託那是最後一次進展的時候 我全部出掉 那時候為什麼 因為我粉紅糕就怕這種 尾串啊 灌搭啊 回彈30% 35%的一公恐怖 結果我剛好出掉很漂亮 結果現在有人說我套牢了 這都是同意的造謠 因為如果我套牢了 不會剛才這麼多538啦 火山爆發538 是不是看自己粉絲多少人 一直在說大家 大家那麼愛我 因為我有讓他們賺到錢 這是鐵真真的一個事實 來 賣掉以後 這是最後一次的10% 應該是倒數第二次 來 賣掉以後怎麼樣 趕快買 賣一半320元 310元再買 是不是無風險套利 是 來幫我念一下 請買進6531艾普 掛在310.5元買進 當初在320元賣一半的會員朋友 請買回一半 請買回一半 有沒有看到 多漂亮 買310元 我請問你 今天多少 353 今天353 13就算4萬多塊 但是艾普我 因為我加了很多次 有些新會員 有買略高一點點 可是原本上 明天再 基本上 其實基本上現在都賺錢 可能有些人 明天會賺更多 或是真正的開始大賺 可是至少我第一次進場 就是310元 而且今天你有艾普的人 你不像我事前進場 你更買不到 所以這就是AI概念國異 偽竄哪一天噴出去 你更買不到 你只能為NC等待 每天看哲哲節目 你不是要看不看的 真正的勝利者 我跟你講 是屬於那種 還有人說你看 Coco愛你耶 你看很多人愛你耶 是不是 哲哲你很好看 謝謝你喔 對啊 是因為你也叫士爺嗎 對啊 來 有人說我臉看起來算正派 但是有時候 因為有人看多了 我對面相學 我教大家一件事情 看起來有點壞的 看起來壞的臉喔 通常是壞的 就是壞的 就是壞人 真的很準喔 可是看起來是好人的 不一定是好人 面相學 我教你一個絕招 我看過多少人 因為我專研面相學 你不要只看到中國那種 你會向有個新生 真的壞人的 臉 就看起來是壞人的臉 還真的大部分都是壞人 看起來是好人的臉 不一定 所以你不要因為我看起來正派 你要看我的行為好不好 你要看我的行為 比如說我是不是最認真的分析師 比如一個禮拜 這韓秀詞這些70部以上 拍70部影片的 70部影片以上 你去算一下 每天都有 還有包含字幕板 還有包含福利社 對 一天就三部 你算一下是不是六幾部 還有包包包 包包包 包包包一個禮拜一部 就70部了 我還不含秀詞 是不是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這70幾片 所以全大用分析師 有誰笑我上片那麼多 而且那麼認真 而且這上片不是說 哇我都把它慢慢剪短 是怎麼樣 而是字幕板跟無字幕板還是有差 像直播板 字幕板好像在後製 怎麼樣 今天直播人說1944人 算不多 算很好 好不好 來來 就跟大家講 資源重返對不對 看Coco的臉就知道Coco是美麗 謝謝 你要跟他謝謝好不好 謝謝 看Mobo的臉 Mobo的臉看一下 資源沒有這個冷笑話沒事 還好沒有砍 為什麼沒有砍 因為我每天都叫你虛包 是不是 資源也是一樣 資源也要噴出去 你看到資源也是一樣 資源這看起來要噴出去 來 資源你看今天漲3.3% 拉尾牌能不能到 有 資源一副就是要噴出去 然後哪裡看不出來嗎 欸資源的線型比愛普還漂亮 可是明天愛普有沒有機會 愛普我覺得我不敢說 100% 我認為有八成機率 明天繼續上漲而且大漲 但你說 說哲哲有沒有可能像 那個 上禮拜的威聖一樣 一暫停 大家都有 一跌停大家都沒有 這我不知道 我也不在乎 所以你可以從很多的現象去看 哲哲有沒有老實 哲哲有沒有實在講話 愛普威聖暫停的時候有沒有講 有 威聖隔天變跌停的有沒有講 有 我就這樣的分析師 我告訴你主流在哪邊 就像你去看什麼中東禁令 上禮拜四禮拜五 好多分心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輕輕鬆用一個世新的報告 世新我獨家的報告解讀 來告訴你怎麼樣 世新那時候大客戶跟威聖一樣被禁的 結果九根跌停板 七根跌停板 是你最後的買點 361漲到2400 所以這次敢跌我就敢買 所以威聖有什麼好跌的 所以偉串因為子公司威聖 你有什麼好想的 都拉回找買點 這樣解釋你就知道 我跟別人是不同程式不同level的 這個不好意思 分析師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真的受到很多攻擊 為什麼 因為很多同業嫉妒我們 絕對會員都來我們這邊的 可是他不知道我們花多少心思 對 他不知道我花多少心思 他不知道我花多少心思 去做這些研究 花多少心思 去告訴大家 去做一個怎麼去做 身為投資長 怎麼去促進公司營收 怎麼去做努力這些事情 我每天花很多事情 我雖然練歸練 我還是每天會召開 對 我你也知道福利社會哪天沒有開會 哪一次沒有開會 哪一次沒有開會 六日還是得開會 所以我就是很認真 所以為什麼標股屬於我剛剛好而已 這是我跟大家講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一下艾普好不好 來看一下 我們念一下 這是普通會員 這是公賀簡訊 看一下這是什麼 AI搶錢特工 來念一下 恭喜6531艾普 股價跳空大漲直接攻上漲平 手上持股獲利虛報 手上持股報好報勞 剛才那個賣出一半 我都不想講你了 你剛才賣出一半 沒有講賣一半 在偷懶 你看我就是這樣念他 沒辦法 所以我今天對他很客氣 很認真的 對啊 是你太混了好不好 造念好不好 要不然就全念 這是什麼 AI搶錢特工隊好不好 來 阿特工有沒有買 有 一樣嘛 再念一次 刺激他們 恭喜6531艾普 股價跳空大漲 直接攻上漲停 手上持股報好報勞 五到十年的營收 未來五到十年的營收 有望翻十倍 我那時候有沒有說過 艾普是最敢喊什麼 最敢喊 這個AI佔比 超過一半的 唯一一家公司 最敢喊 有沒有講過 所以這個反正就應該 你看 所以AI搶錢特工隊也有 特工也有 阿普通會員 也有 沒有寫些普通會員 如果我簡訊會員 我今天沒有發這幾個簡訊的 來 除非是系統的問題 我全部都有發啦 我全部等級會員都有發啦 我簡訊會員啦 沒有我下來一句講啦 這三個等級會員 我們就這三個都等級啦 好不好 簡訊會員 所以投資朋友你去想想看 你要找什麼意思 我必須適合不去麻煩報 剛才那些五三八那麼多 你就會一位會員都沒有嗎 是不是 他說你笑死 有沒有 這跟大家講 來 才兩千人 直播人數兩千人已經 很多分析師都沒有要答對不對 很多老師不敢開直播 因為直播人數 不到 當然不要刺激大家 我沒有可以攻擊 我是說其實直播人數 通常一千人就算非常多了 只是對我來說兩千人 剛好一個門檻 好不好 用中低喇叭 聽整個敲桌子 很大聲 那不錯喔 敲下去不覺得你就有節奏感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愛不會來管 不是不可能喔 不是不可能喔 好不好 愛不抱勞也可以 所以你們該這麼多人按五三八 一定會不會有機會的好不好 要說技嘉 好啦 這口氣就可以了 淨寒這口氣我就舒服 我最討厭就是說 怎麼不講技嘉 好不好 來 禮貌禮貌 我講過以後AI怎麼樣 會分主流了對不對 還是AI會紅 技嘉的問題就是 他之前掌溫權是MSCI 其實他現在把MSCI效應給吐掉了 就這樣子 我並不認為他會大跌 好不好 可是要注意一下喔 我有遇過那一種 MSCI 登基日 就是MSCI生效日是最高點喔 現在看起來有點像喔 再跌下去 然後破這個頸線 就完全不能追 你一定只能三無法則才能追 等於回檔35%才能追 可是現在他們回檔 他這35%是很恐怖喔 最高382對不對 現在多少錢 316 316 來我們用382乘上0. 382.5乘上0.65好了 30.7好了 316對不對 現在多少 267.7 不是我說現在316嘛 你要再跌個50塊才能買 才會回檔30%喔 你懂意思嗎 所以這三無法則那你去無存經 就算你買技嘉 就算你要買技嘉 你要跟著我買技嘉 第一個 你不會敢買一個最高點 就算你買你也不是中壓 你聽得懂嗎 你懂那差別 你聽得懂那差別嗎 我要跟大家講這是事實 所以說 我會告訴你風險在哪裡 獲利的利息連在哪裡 所以如果 因為我一過MFCI 身價是剛好最高點 蠻多個比較這樣子 所以你要再觀察 是不是就是這個最高點 如果他會破這個頸線位置去 這個頸線位置去大概是 284 你至少要等了嗎 等到 267元 再跌十幾元 再追 會比較 好不好 這時候就是 他就是舊的尾竄 這跟大家講 可是我跟你講 你們都要求很嚴苛 其實就技術線型來講 他連線型都沒有被破壞掉 你懂嗎 他只要在頸線的位置去對不對 基本上你們都不能說他是被破壞的一個現象 你懂得說什麼嗎 來我們看一下喔 這頸線 有沒有看到 這頸線有手的情況下 你都不能說他被破壞 在這邊而已 在這邊而已你怕什麼 是不是 你們就是沒有賠過錢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6531愛捕我 你從400元到跌下來 你不是哀紅遍野 不要這樣想 是不是 所以你要想一件事 所以分散的一個投資或集中投資 都很重要 取決你什麼 如果你是非常緊張的 你絕對不能怎麼樣 你絕對不能集中投資 你要來找我 量身體做 量身定做 如果你想要像愛捕一樣 我會定高級 講台語啊 我要 單什麼 孤注一直 那我告訴你 你要找我 我被人身定做 因為我不知道你個人需求 唯有你伸出手來的時候 我在看你 你面相不錯 手相不錯 我還知道你的問題所在 好不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好不好 剛才那個面相學 你輕輕參考一下 蠻準的 我人看多了 像哲哲 要騙我很難 因為之前 不想講 在頭部業人見多了 現在要騙我很難 再加上其實 要騙一個人 邏輯要夠好才行 像我邏輯這麼好的人 很難很難 你前後要鋪陳 來 所有的人 要騙一件事情的時候 一定有一百件事 前後都不容 你懂嗎 一定有一兩件事 前後都不容 來 我們跟大家講 身家電子 所以你們 我認為70% 的賞戶是很可惜的 他們都想要 每天我最簡單的賞戶 他們寧願相信那種 我買了以後就賞戶 他們寧願相信就是什麼 我今天我買了 今天摺摺 我應該 今天艾普 應該上禮拜我買最漂亮 你不應該那時候 四百多塊的時候 你跟我講說你還實際看好他 我應該再買 三百一買 四百塊賣 然後再三百一再買 你懂我意思嗎 就那時候我不是買這邊嗎 很漂亮對不對 這時候你應該四百塊賣掉 不然你這一段幹嘛沒賺到起司有沒有 那你應該在這邊再買啊 買其餐點啊 相信這種很花的人喔 你的錢喔 沒有被賠光光我隨便你啊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你們相信這種人 這種人會存在 這種人存在應該經濟日報一千%啦 那為什麼我是全國冠軍紀錄保持者 所以你們要想一個簡單的事情 其實喔 做研究做投資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耕耘 之後一天會發現 就像艾普一樣 你說他放很久 欸 頂多翻一個月就要很久 這是最慘的情況 是不是 之前艾普噴的時候怎麼樣 你們看到這一段 對吧 從一百塊不到一下子噴到三百塊 一個月的時間你們看到 有 是不是 所以你只是翻一個月 你在怕什麼 所以你要從一個分析室 你要先看一個分析室 講的績效實不實在 就參加他的行列 不是先看他的績效 你邏輯要懂 先看績效好 然後不實在 這樣對嗎 他那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身家因為今天有人問我壓身家 身家電子 怎麼看 有一陣子沒 沒講他以前要壓身家 不長 所以一長一名金人 對不對 一名金人今天漲停 先看一下 聽看聽 因為有一陣子沒講的 我突然講的 我們要觀察一下 因為短期長很多 可是是不是正式的突破 就底部線型很漂亮 很漂亮 我只能說很漂亮 可是要觀察一下 因為身家電子 身家電子黏的時候很黏 好不好 然後這個是比較車用相關的 那除了這個要來自圓 我講的 我說自圓跟艾普都非常看好 而且前陣子自圓比艾普還強 是不是 對 我跟大家說 誰是不是什麼自圓第二 或者什麼自圓 我說自圓跟艾普 是我最看好的量檔股票 對不對 是其中量檔股票 我那時候講得非常清楚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AI伺服器 有可能這個擴散的效力 跑到什麼 跑到這些IT設計 JC日材 JS一個晶片 我都一定有說過 這個我都說過邏輯了 好不好 那除了這個 8358MD的這個 運用的產商 好不好 這個金居看起來已經很不錯 買了以後買了金居 台北居 不會大不易 好不好 馬上有新房子 好不好 這有跟大家講 PCP相關的 那除了這個 我們8046藍電 藍電也在打底 藍電在打底 藍電我們說過 就有一段 像之前的那個有沒有 資源有沒有 從200多塊跌到150一路跌有沒有 很像 我現在打底了 現在打底了 不要說我沒在做 所以藍電 你這邊可以適度接進去 所以好多股票好漂亮 好多股票真的很漂亮 那6255奇奇不用講了 為什麼奇奇不用講 3255還在跌 然後連續5天 串17年的新 收盤價新高 我那時候艾普 那時候怎麼說 奇奇是什麼 是什麼第二 艾普第二 那我說艾普第二 是艾普第二比較厲害 還是艾普比較強 艾普第二比較強 我說未來 啊未來艾普 你這個主持人先下去休息 嚇才一舉功 單初上去連續5天 是艾普第二比較強 可是我說未來 艾普會比較強 有沒有說過類似的話 絕對有 絕對有 沒關係啦 你誤會我的意思 我問的沒清楚 上禮拜的確是艾普第二比較強 可是我說中餐期誰比較強 艾普啊 艾普比較強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都講很清楚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可是我覺得網友還蠻喜歡你的 你有說講錯話他們都不會生氣 謝謝大家大紅大亮 大魔喔 大魔他不是邀請11家就是AI論壇嗎 對 你看他說首次有一個叫AI論壇 嗯 你聽懂嗎 首次 首次以前可能是半導體論壇 是怎麼樣 代表AI是一個趨勢 嗯 我又想問大家一件事 AI的趨勢是不是全台灣第一個分析師跟你講 AI就是要all in all in all in 概念一整年 有 有 有 我那時候去上一些電視台的時候跟他講 AI講到年底你會爛掉 大家都不相信 呵呵 那沒有關係 那就是我跟別人差別嘛 分析師還是有天賦的 你們到一個年紀的時候知道天賦是什麼 嗯 不是天賦我而已 為什麼有些人跑步就比你快 他天賦啊 為什麼每次數學就算得比你快 他天賦啊 為什麼有些語言就是特別好 我現在學這些語言啦 我體力就是不好 我有時候聽不太懂 我語言就是比較差一點點 文法我比較好一點點 這就是天賦 我的天賦就在股票市場 我的天賦努力也是一種天賦 努力是一種天賦 也是一種後天 你可以訓練的 我不只我意志力比人家堅強 我的訓練 我的自我訓練能力也比人家好 所以我很努力在這個行業裡面 所以我的績效 原則上 你只會看到我不斷不斷的進化 你聽得懂嗎 就是你去想看你要怎麼分析師 好多股票很強喔 今天真的很強 你看 那我來不及公開簡訊 來我們再一次公開簡訊喔 艾普是不是三種會員都有 有 之前出掉310 310嘛對不對 320出掉 310再買對不對 320出掉 310再買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 310買以後先353元嘛 是不是一張算4萬多塊 普通會員暫停公賀 特供會員暫停公賀 對 特供特供會員暫停公賀 AI強行特供隊暫停公賀 當然 如果是AI概念股 是AI股會先買喔 菜還是特供 菜是普通喔 我先跟大家講 你是普通會員 你不要 你不要開玩笑 如果你資金有好幾百萬 你不要參加普通會員 好不好 我這會員朋友震動勸告 好 來 買進AI資源159元 買進對不對 買得很漂亮 賣235元賺50% 是 那時候轉進威盛嘛 等同於賣大概320元的資源 結果 最低多少 267嘛 沒錯吧 35法則嘛 跌大概35%對不對 沒錯吧 好 那35法則來看一下 最低267 你買在基本上最低點的那時候 275元買進 沒錯 今天呢 賺至少25% 這今天的簡訊沒錯吧 幫我們恭喜一下 念一下 3035資源 股價開高走高 表現不錯 最多已經賺超過25% 35法則持續發威 首相持股獲利許保 欸 彤彤你要這樣的分析是 我不要去收 我不要去買歐炮欸 而且 我要跟大家講這是資源 對不對 那威勝今天也怎麼樣 拉尾盤嗎 有拉尾盤 我造假 跌停版我敢講 我直求對決 我不是magical 不是magician 我被斬停版突然有 跌停版我突然不見 那別人怎麼樣 不光是我的事 可是老不老實 你可以看我的所作所為 我的點心是 要先求實不實在 再問績效 不是先問績效 再問實不實在 因為不老實 績效也可以講1000% 可以造假 可以造假簡訊 可以造假很多都是事情 可以造假對戰單 所以我都很實在 所以我才可以 播這報紙的嘛 跟你講台灣50嘛 是不是 沒得話講 2388威勝 拉起來了 拉起來了 這會跟大家講 好不好 今天也是很漂亮 買了108.5元 對不對 五盤過後即拉 所以你看今天好多公會簡訊 艾普 三折 哇就各種等級會員 威勝 還有什麼 還有 智元 好漂亮的股票 現在幾分了 ET 37分了快40分了 不能講那麼久了好不好 他就不講了 今天差不多時間了好不好 那 AI其實只要是這些股票 所以AI不死 他只轉換成另一種形式 所以你有AI股票的股票 所以投票 這樣我不想要AI伺服器的 我想你另外一個APP 我想另外一個支援 或是真正的支援 我找一個轉折點 切入點買進去 只是我相信你 那你都要來應查詢 080668085 080來年 幫你幫我 或者加入我LINE 加入我LINE以後怎麼樣 私訊我 或者加入我LINE以後 Telegram有所有的文章 LINE只有70%文章 因為要省錢 好不好 因為LINE我一個月要發幾十萬 免費的 我寫文章還要付錢給LINE 所以你加LINE以後 可以加入Telegram的頻道 再加入Telegram個人 私訊我 或者用LINE私訊我 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的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今天的成交量是2388億 我剛才沒看錯的話 2337億 2337億 沒關係 差一點點 我們來跟大家講 2300多億 是不是奧東利亞 我有沒有說過越奧越會漲 有 有沒有說過突破16000 16600點 怎麼樣 就是會噴出去 你看的是最簡單的記憶線 我不知道你是哪個分析師跟你講 只是看記憶線而已 可是我看的是最簡單的 其他技術分析 就像如果艾普 只是看簡單的記憶線 只看其他技術分析 你抓不到艾普 所以我今天艾普 非常開心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麼分析師 艾普今天掌平板了 你想想看 全台灣講艾普最久了 大家都知道 這是我的艾普 大家都知道 連PPT網友們 每個都知道 9.04分 蛇蛇今天誘人大聲 因為斬停板了 有沒有看到 艾普怎麼樣 罵髒話 這不念出來了 艾普三個小的斬停板 蛇蛇今天誘人大聲 有沒有看到 蛇蛇艾普斬停的 猜猜一定是蛇蛇的意思 很故意 你都不給我寫錯 都不給我寫錯字 你看連PTT每個人都知道 艾普是我的艾普 所以今天台灣股市最強的 不就是誰嗎 艾普 那你要不要跟著最強的 唯一最喜歡艾普的分析師 來跟我一起做 或下一檔艾普來跟著我 艾普第三 艾普第二 不論對我有錯 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去想看鳥蛇的分析師 有一處各位能夠做大錢 謝謝各位 投資長一切的一切 預告在前面 上週就說到了 AI股震盪已經來到了尾聲了 從富時台灣50 納入的成分股 還有大摩的AI論壇 就可以知道 AI股的行情沒有over 上個禮拜 我們有讓投資長 檢視持股的 真的是賺到了 那現在還有機會 接下來輪到哪些個股 投資長已經敘事待發準備 等大家一起上車佈局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明天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A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TERA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都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來